欢迎所有人 欢迎你们 吃这么多 再来多吗 我吃的垃圾食品 我从小就吃垃圾食品长大的 从小就吃这个 饭桶 我是饭桶 你说我是饭桶 随便你怎么说嘛 整得你好像你不吃饭一样嘛 对不对 这个不健康 好吃 我喜欢吃垃圾 你们就是我们河南也老是有很多垃圾工厂 就是你们吃的味融辣条啊什么之类的辣条 很多都是从我们河南做好的 以前三万 现在人气不到300 咋回事 没事 吃了 吃面条 吃辣条都容易穿起 穿就穿满 对不对 这 这个时候天气那么干燥 穿的话省劲了 不健康 我从小是这么吃的 从小我爷 我奶奶爷爷在集市上面买的 那些鱼啊都是死鱼 就等那鱼快咽气了 翻白眼了 我奶奶才去买 她说那样便宜 从小就是吃一些那些 也长大了 不要担心我 不用担心我 打得上的钱多的是 这么节省 我哪有很多钱吗 真的是 我都不知道 我有很多钱 我要是有很多钱的话 我就给我弟娶个媳妇了 给自己找一个 给我弟找一个 对不对 谢谢利哥 这么多号就两个号 就两号 一个是这个 一个是那个 辣条 里面是面条 你把美颜灌了 到底看看你有多黑 灌了呀 就这么黑啊 黑我真能吃 你不管是吃的多吃的少 不都要是 不都是要 拉出来吗 那吃多跟吃少有什么区别吗 不都要经过流程吗 对不对 你吃的少好像整的你不拉一样吗 咖啡 面条 没有放辣椒 因为我奶奶吃不了辣 然后呢 里面没有辣椒 吃完辣椒辣的定眼子疼 疼就疼呗 这又啥呀 既然吃了对不对 你还怕这些吗 你要是怕的话 就不要吃辣椒吗 我已经做好准备了吗 对不对 我既然敢吃 那肯定也不怕 对吧 辣就辣呗 就啥 你们问的我真的是 吃饭不要讲这些话题 厕所就在那边 风一刮过来的话 我就能闻到味道了 从小就这样长大的 吃过来 va 吃一下 好吃 我吃了 小吃 你知道吗 你老男人北京王老头呢废了 闹掰了啊 闹掰了 吃点好吃的 最近一直就是封控呢 就是所以说就那什么了 就没有去街上买东西 你吃的是什么面条跟辣条 非洲来的真黑 我要是非洲的话 我说河南话这么标准啊 我说老鼠要与我老鼠 我大雷小雷都可以说 我能说的这么流利吗 对不对 我又没有说歌往里道 锅往里道 牛往里道 我又没有这样讲 你说我对不对 明明是同一个种族 你又嫌弃我 我总是中国人 你就嫌我黑 就非要说我是非洲的 河南人现在吃面条 对啊 我们河南人离不开面条了 你们黑吧 我不会去拉拉黑或者怎样去你们的知道吧 你们看哪个有热度的直不间没有小黑分 哪个都有的 对不对 哪个直播间里有热度的直不间没小黑分 要没有你们的话 没有小黑分的话 对不对 免费的热度给我 人气给我匆匆的给我整 对不对 那说不定我直播间里 才十个人 对不对 到时候人气一高的话 抓低 我光机我就卖货 对吧 小黑分是财 是是是是财 人种就是黑的 你说我不就好了吗 你还说我家人种就是黑的 那有啥办法 黑就黑点吧 你是白种就白种吗 我是黑的就黑的吧 这有啥呀 我表妹 对面条我觉得有点没有味道 就着辣条吃 把你表面叫过来看看 他比较内向 他比较内向 他很内向的 立哥也见过应该 是吧 黑就黑嘛 对不对 对不对 他害羞 他害羞 没睡 没睡 没睡的 辣 你没得辣条整个辣的 五百人看我吃饭 欢迎叔叔阿姨 女人吃饭不能 咱们 叭呀鸡嘴 为什么呀 叭呀鸡嘴香呀 我们全家人吃饭 有的我爷爷都叭呀鸡嘴 你爹爹什么时候回来 不知道 他说他下个月回来 但是他要回来的话 我也不知道怎么跟他相处 这面条我一看就想吐啊 这面条我一看就想吐 这面条我一看就想吐 你越知道说我吃的越香 对不对 每个人家做饭不一样吗 我原来才知道骑橙为什么叫骑橙 原来他这块又有一个小橙子 还有我表面告诉我的 这是墙子给我优的 给我优的橙子 为什么 因为他这块有一个小的橙子 他就是他的儿 他的儿这里 辣吗总是吸有点辣 刚才吃辣条了 这有点耍了的 这有点耍了的 这有原味啊 我也不觉得那好皮 啊 骑橙是骑橙下面有个肚脐眼 是吗 他有个儿啊 这块给吃了 这块是一个儿 啊 我们河南话你们应该听不懂 儿是什么 孩子的意思吧 喝点饮料 有茶水 我加点汤吧 因为很多人都说我的面条像 就是准到一起去了说的很难看 加点水和一和吧 瞅瞅我这屎粗 那有啥办法呢 长的就是这一屎粗 你长得好不就好了吗 对不对 那哪像我哥呀 对不对用户哥长得老好看了 那大肚子在我眼里那妈呀 那妈呀 哎 虽然说像怀了六七个月的肚子一样 但是在我眼里 你beautiful 你老美了 你老帅气了 在我眼里你好比潘安一样 知道吗 那叫一个妙啊 漂亮呀 又帅气 尤其是那个小咪咪眼咪的缝都看不见了 在我眼里 哎我的天也有依旧很帅气哥 知道不 你可能在别人眼里别人就是看不上 你丑八怪一个 但是在我眼里哥你是那个 知道吧 我觉得男人大肚子对不对 在我眼里哥那个大肚子的老漂亮老就beautiful very good beautiful 一天直播至少也有几万 我直播能有几万块钱 大主播才这个样子吗 对不对 我哪有几万块钱 就我这又抹鼻涕又抠鼻子 又是醒鼻涕的 哪个男孩子现在喜欢我吧 对不对 这个叫五个的你怕你自己 你怕你自己那个 看看你你有没有知道吧 北京王大爷的小鸟需要照顾 你把你自己的五好就行了 你不要管别人 对不对 你把你自己的鼓鼓鼓鼓好就好了 老是操别人的心对不对 操心别人的女人操心别人的 女朋友操心别人的事 对不对把自己又动了和动 动的跟什么一样 你把你自己给捂好吧 刚才没听懂你解说听 他不是在我直播间的一次吆喝了 我之前就认识他 之前我也不懂 吆喝着吆喝着我也懂了 这 对不对 老操心别人的心 对不对 对不对 自己动的乱串 你还要担心别人的身体 我真的是醉了 我也是浮浮的 我也是浮的透彻了 你干脆把自己多穿厚一点 多挂几档 多穿厚一点 对不对 你不要操别人的闲心 老是操心别人挣多少钱 到这个直播间里说 这个女主播挣了多少多少 那个女主播怎样怎样做秀 老是不是在这里秀用水龙管 就是在那边跑跑地的直播间里 就是这么回事 好 好 天太冷了 我们这边天冷 天冷 饭凉了 有一点凉了 对不对 这年头把自己顾好就行了 你还有谐心操心别人 我真的是 我不是着撇子 我不是着撇子 你们可能看上去 显得我是着撇子 我不是着撇子 没有肉吗 这是肉 我就怕很多人说我不吃肉 我什么 因为这几天疯了 家里没有买肉 因为我太爷去世的时候 前几天 家里天天吃剩饭 这都是肉吗 然后呢 这两天才没有吃吧 婷婷再吃吧 这有肉啊 压薄 又吃面条 我妈做的黑菜面条 做的黑菜面 小招我想跟你学直播 你要是跟我学直播的话 咱师徒俩都抱着都抱着头吧 都那什么吧 都喝西北风吧 真的是 你看我都没有挣个百八了 你要是跟我的话 岂不是更差 对不对 鸭脖 我喜欢吃鸭脖 因为一根鸭脖能啃好久 肉比较柴吧 小的时候就喜欢吃鸭脖 今天特安天特别冷 今天还好过两天更冷 过两天就更冷了 吃个饭也在直播间里显摆 又不是吃的蛮好 我吃的好不好 那是我 我那是我的事情 对不对 那我喝我的面 然后你吃你的 你吃你的那个那个 你吃你的鲍鱼龙虾不就好了吗 对不对 你吃的好就行了 你还抄别人的闲心 说别人吃面条 那你这样讲的话 我们这些穷苦人 是不是都要去你家里搓一顿 哥你就开心吗 对不对 你吃我的鲍鱼龙虾不和你 吃的 我喝哀 这是小号吗 对这是我的号 小号跟大号也差不多的 辣就叭嘴 成成的是强的送我的 你们跟我说话我要是不回答 说我要是我在那装 我回答的话你说我飘了 难不成我现在不回答 你们等到过年吗 还等过年吗 对不对 讨厌多看两眼就好了 多看两眼就适应了 对不对 同在一个屋檐下 你们讨厌我有些人还要去看我 对不对 看了半天还是讨厌 你还不如试着去喜欢我 对不对 同在一个屋檐下 对不对 讨厌就多看两眼 在讨厌呢 就是把我直接拉开 就眼不见心不乏的 知道不知道 又讨厌又来看 你看了半天完事还说 你还是讨厌 那干啥呢 还不如试着喜欢我 要么就拉开嘛 你看完之后又要生气 不看也那个啥 我现在就没有卖换 我现在也没有 去打PK 没有礼物啊 也没有钱呢 带货吗 没有好的产品 不带 没有物色的 但是我爸爸 我奶奶说我爸快回来了 你们说叔叔阿姨 我怎么去跟他相处 我都好多年 我都好多年 我都好多年都没有见过他了 我都好多年都没有压 Series张 我都好多年 你为什么不读书呢 从小学习又不好 然后又加了钱很多钱 然后就不上了 我是初中被业 我没有上高中 你们讲什么研究生啊 什么本科 我都不懂是什么意思 我真的不知道 我只知道大学校四年 什么本科研究生 我听别人讲很懵圈 我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你去广东直播那会儿多大 是去年 去年的话 21日左右吧 你们说我说话比较粗鲁或者怎样 文化程度就是初中文化吗 对不对 你要是让我说成语什么之类的 我真的不会讲 我也真的不会文咒咒的说话 你爸快回来了 不要慌也不需要打他 看他怎么说 他是这样的人 等到他回来的话 他肯定会骂我 就说泥蛋 我们北方人叫女孩叫泥蛋 泥是泥字的泥蛋 是那个 蛋蛋的蛋 就是那个 他就肯定会这样骂我 他说泥蛋 你什么 就骂一句 说你骂我什么之类的 他就没事 没话找话 就故意骂你一句 跟我说话吧 但是我应该也不会理的 好久没有见过了 他没理由骂我 因为我也骂他了 我前年个 我前年个骂他了 就是给他打电话联系上 但是没有见过面打过电话 我就骂他 我说你什么时候回来 就哎呀就嘎嘎嘎嘎的 就是就假素素苦 然后连骂的那什么的 然后呢 他骂我 我也骂他 完事之后 他就把我拉黑了 他觉得他是老子 肩肩骂我 他就把我拉黑了 前两年的话 就是我每到生日的时候 谁也不搭理谁 他就给我发个五块 五百块钱的红包 有的时候是两百 我过生日的时候 给我发 后面的话 我发完之后 他发完我就领 领完之后 我一个句话也不讲 然后去前年个 然后给他打电话 吵架 因为又不见面 就吵架 就骂他 他骂我 我骂他 然后骂着 他就生气了 把我的手机号 什么都给拉黑了 真的 我没有骗你们 就拉黑了 他现在微就是某微还在我黑名单里 你们不现了吗 真的呀 黑名单 看在哪 通用 还不是这个 消息 也不是消息 反正他在我黑名单里边 他把我微信 不理 他 我把他 v给拉黑了 他把我 设置 他 然后他把我 手机号拉黑了 为什么在黑名单里 我看看他有没有把我拉黑 我不知道 应该也拉黑了 就是吵架 就是生气嘛 然后我骂他 他骂我 然后呢 他觉得很生气吧 就是小的骂老子 骂老的 什么之类的 他骂我 肯定也骂他呀 对不对 然后呢 哎呦 现在谁也不联系谁了 像感冒 我是感冒了 你们不要吓我 我好好的呀 我没有变成小羊羊呀 没有啊 我只是鼻炎 我有鼻炎呢 你学学怎么 我鼻炎你父亲 哎呦 就是不讲了吧 就是骂人 你们就像你们骂人一样 就是那种骂吧 我是个不孝女 随便你们怎么讲吧 随便你们怎么说吧 你们说我不孝顺 那我就是不孝顺吧 在你们眼中 但是我觉得 我觉得 我的思想 我就是不想搭理他 你们要是觉得我不孝顺的话 我也认了 没办法的 我在家里 我是当家的 我知道我家 我是当家的 我妈有的时候 都要听我的 真的 采取我的意见 我会给她一些意见 我妈有事的话 也会问我的 我奶奶 爷爷有事的话 重大事情 他们也会跟我讲的 家里的 财大气粗 没有财大气粗 我要下播了 叔叔阿姨 我要下播 我要下播了 我再播播那个 我要去播那个好了 对我当家吧 在我家里 我是当家的 真的 我妈都要听我的 也不错听我的吧 就是 也要听取我的意见嘛 因为我出钱嘛 只要关于钱的事情啊 就是 大家 要听我的意见 我下播了 叔叔阿姨 拜拜 我要播那个号了 我上整个音乐 我下播了 我下边 拜拜 感谢观看